黎上数学与基础统计课程很阴档 黎上数学与基础统计这门课呢 是本系资讯传播新一年级的学生 必须要修你 那么本系的学生生源来自于不同的学子 有普通高中 有中俄高中 有高职 工科高职三科 那么这些学生呢 由于学知的不同 所以他学习数学的内容本身呢 就有差异 再加上学生学习能力的个别差异又大 所以导致在教学上 除了必须考量纵向前接跟横向连续以外 尚需重视就教训 因此呢本课程在教学上 采用阴架式的学习模式 及编制制编学习单 在教学与评量过程中呢 非常强调就是他的那个ZPD 跟诊断教学 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意愿 因为这一门课呢 基础统计 我们最主要是讲描述统计 这个在市面上 未来的统计图表上 常常出现 所以这个学生呢必须要学会 加上呢 因为本系是属于资讯科技学院 那么非常重视城市设计 而城市设计的基础 就是离散数学 因此离散数学的集合函数关系 这方面的概念呢 一定要深入去了解 才有办法融入到 我们系上未来的一些 城市设计的课程 这就是正面课程的警戒 谢谢